你觉得战术上会有那种革命性 因为这我不懂了 比如说其他球员 极限天花板什么的 但是就算还是这些东西 他还只能跑那么多到极限 但是战术上会有那种革命性的 说哇突然有一种革命性战术 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 然后变成 这个是可能回到几十年前 克罗伊夫他们退役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足球研究革命 那个时候战术在革命 那现在呢 现在变不了 水明都在提高 你也知道 就我抑制你 你抑制我 比如说哪怕原来最早 四二四 四个前锋 就两个那个 你说现在丢中场 就是丢全盘 那你告诉我那时候 四二四怎么会能拿冠军的 巴西队不就是吗 就是没有人抑制 就跟毛跟斗 对了他一上来以后 他能力强 他一看能力强 别的能力也再提高 我对上你了 对吧 我对不上你的时候 我没办法 明白了 所以他是在对抗中前进 没错 所以不是说某一个方面 突然间他革命太强 就像你说的 就是你 他那这个观点一样 这足球 还能不能再往下发展 即使他能往下发展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你告诉我 他毕竟是受 能的这个 体能社写着 那么让我再来 他也订阅 他就帮助我 感谢观看